哈喽大家好 美丽跟的小师姐又来了 大家如果回头看自己学生时代的毕业照 应该会不忍直视吧 集结高颜值男女神的演艺圈 其实也藏有不为人知的青涩时期 看完之后绝对会让你惊呼 打扮真的很重要 今天小师姐就要来整理韩星毕业照 究竟谁历经180度大转变 谁又是货真价实的母胎美人 叫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1.郑静浩 别看郑静浩现在精瘦高挑的身材 学生时期他可是体重足足有90公斤的摔角选手呢 后来郑静浩足足花上三年才减回来 为了减下来甚至还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减飞前后真的差距巨大 看到他的毕业照 你一定很难相信是同一个人吧 瘦下来之后五官都变得更加清晰了 经过娱乐圈的磨练 男神气质越来越浓 现在的他真的超瘦 根本只有以前的一半吧 2.宋敏浩 P.O. 同样就读汉林一高的至亲兄弟宋敏浩 P.O. 两人毕业照也是堪称经典 学生时期身材较圆润的名号 多了些俏皮感 加上在服役相对松散 汉林一高留着微长发 非常有个性 而另一边P.O.更是不甘示弱 超狂爆炸头直接成为全校焦点 实在太逗趣了 3. Aspa Winter 女团Aspa成员Winter 除了有甜美外貌外 舞台实力更是大大圈粉 观看其学生时期的照片 白净清晨的脸蛋与现在相差不大 从小就是美女潜力固呢 4. 金泰亨 用粉丝的话说 这孩子真的没有不帅的时候 仿蛋少年团成员金泰亨 被选为全球最帅首位 就连他的学生照 依旧颜值在线 深邃五官顶着眉上呆瓜头 就算没有过度打扮 也很吸引人 各位阿米还满意吗 20岁时的金泰亨 是那种野心的少年感 像一匹楚楚茅庐的狼 无所畏惧 如今的他更具男人味 而只要在舞台上 他真的浑身散发着致命魅力啊 先后主演耀眼 Startup 奠定演技实力的 男祝贺 学生时期 历经牙齿矫正后 早就出现金男生 样貌 不过 看男祝贺出道前后的对比照 也是让不少网友开始怀疑人生 这真的是一个人吗 出道前的男祝贺 由于是单眼皮 双眼没有神菜 众个人没精大采的样子 不难看出还有秃罪的问题 网友们纷纷表示 男祝贺这张照片 迷之撞脸杨迪和刘在时 但有的网友反驳 男祝贺并没有正容 只是将牙齿正了而已 得益于长相优势 男祝贺接眼的大多是浪漫言情剧 举重妖精金服珠中 他的男友李麦克斯 试问谁不为这样的脸和身材心动 这也说明我们绝对不能忽视身边的普男 总有一天变帅哥 可是会后悔到垂心肝啊 从学生时期就有目冻暖男称号的朴宝剑 会弹琴 会唱歌 甚至曾经是游泳校队的他 多才多艺 是学校的风云任务 而只要看过朴宝剑学生时期的照片 就不难发现 他真的是非常帅气的母胎美男了 朴宝剑在高中就已经是一名连赞了 发现高中时期的朴宝剑 和现在根本一点差异也没有 一样阳光温暖又可爱 要是班上有这样的同学 估计都不能专心上课了啦 有朴宝剑的好友在韩网伦坛上发文 说朴宝剑在他们的社区非常有名 只要讲到朴宝剑的名字 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谁 7.徐康俊 从小杀到大的最佳代表 就非徐康俊莫属了 就算距离学生时期将近10年的岁月 现今也依旧保持那清秀帅气的脸庞 要说哪里变了 就只是多了成熟男人味 原来时间只带走我的青春呀 8.史源 含着金汤石出生的史源 却连脸蛋也是黄金戟 只要看到他学生时期的照片 就不难想象为何会在路上被星探相中 那眉金木秀的脸庞 能让世界各地的粉丝大饱眼福 实在太幸福了 9.金泰西 被列为卫山五大美女之首的金泰西 品学兼优加上闪亮亮的笑话美貌 可说是百年一见的奇才 高中毕业后除了考上首尔大学外 连演艺事业也一飞冲天 如此完美的人生 相信背后也付出极大努力了 10.炎基俊 最近在电视剧《上流战争》 饰演恶男朱丹太 人气直升的炎基俊 别看他在剧中讨人厌的模样 私下他可是暖男一美呢 更让人惊讶的是 学生时期的他 竟有idol等级的高艳脂 是帅到走在路上 绝对会多瞄几眼的美男呀 11.朴旭俊 朴旭俊本名为超阶地气的朴荣龟 学生时期梦想成为棒球选手的他 皮肤相较有黑 但五官与现在相比没有太大差别 想象朴旭俊带着阳光笑容 奔驰在棒球场上的画面 都无惊心动起来了 12.金宇冰 孔荣向南神金宇冰 实为南大十八变代表 高中历经牙齿角症之后 脸型及笑容变得更加自然 加上高挑模特身材 全身上下挑不出缺点了 目前抗癌成功 渐渐付出的金宇冰 能看到我爸健康幸福的模样 总算放心了 13.宋中继 认真上进的宋中继 成绩优异 是出生于韩国成军馆大学的高学历才子 加上自弹暖男气息的他 连毕业照都能拍出画报水平 如果学校有那么完美的学长 估计能成为女学生准时到校的动力之一 14.金秀贤 从小个性内向的金秀贤 自从接触演技后 变得更加开朗活泼 学生时期与现在差异不大 虽然不是标准的第一眼帅哥 但绝对是越看越有魅力的耐看美男 不知不觉心已经被偷走了 15.玄冰 高中时期就是出名恋赞的玄冰 在小区内没有不认识金太平 玄冰本名这号人物 甚至红道有人为他成立粉丝后援会 女学生看到本人会不小心尖叫出来的程度 果然这玄冰能超越自己啊 不幸看下面照片就能明白 同学为之疯狂的原因实在太帅了 16.李光珠 平时在综艺卖力搞笑的场景录李光珠 认真的时候也是很有魅力的 观看其学生时期的照片 绝对不会有认不出来的问题 长相斯文再加上善良的性格 想当然在同期之间人缘一定很好吧 17.秀智 从小到大始终保持清纯美貌的秀智 成功被GYP星坦相中 彻为所属练习生 并一路成长为公认的国民初恋 学生时期没有过多妆容秀士 反而更能衬托秀智清秀氛围 站在他旁边顾及风采全背墙光光 18.江和娜 小学时期身材圆润的江和娜 压根与帅哥两字搭不上边 没想到他在身上 国高中时期开始逆袭 除了减掉婴儿肥 让五官更加立体突出外 笑容腼腆加上制服装扮 成功蜕变成校园男神 19.持昌旭 从小成绩优异 运动细胞极佳的持昌旭 是令人骄傲的好学生 高中时期毅然决然投入演员梦的他 高颜值外貌 确实带着一股新生代男神的潜力 果不其然 宝石终究会被观众挖掘 现在持昌旭已经成长为实力演员了 20.金饭 学生时期加入足球队的金饭 异性元极好 甚至曾在节目上自爆 19岁以前就有过6人女友的经验 震惊在场嘉宾 但观看其旧照 那张帅气脸庞 再加上阳光运动形象 真的很难不陷入恋爱了 看完以上20位演艺圈男女神的学生旧照 哪位让你最印象深刻呢 不管长相如何 能朝理想目标迈进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大家也能趁借此机会 把自己的旧照翻出来回味一下 明星们随着人气飙升 过去的照片也开始被大家挖出 尤其是帅气的男星们 青涩时期的毕业照曝光后 引发许多网友讨论 那么这期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男星旧照对比 有人堪比阵容 一 李君浩 衣袖红香边爆红后 君浩成为近期最炙手可热的男星 戏约代言分支他来 君浩为了演出衣袖 细腻敏感的世尊 拍戏前严格控制饮食 因此体型变得很精瘦 最近也有网友挖出君浩各时期的旧照 感叹现在他的颜值真的在巅峰 君浩18岁就以2PM出道了 其实君浩五官和现在没有什么变化 不过刚出道的时候 君浩的肤色比较黑 当时也比较没有腥味 看起来就是个纯真的小男孩 加上2PM早期有很多视觉效果 很强烈的造型 很多妆发真的都蛮冲击的 连2PM的大家看到自己早期的照片 都直呼不忍直视 而出道初期 君浩也经常被说长得和Ring很像 两人还有过合照呢 后来君浩开始演戏 秦科长 只是相爱的关系等剧中 君浩都是比较壮的体型 但到了衣袖就变得很精瘦 最近韩网也有网友热议 觉得君浩在衣袖的身材体态 真的很完美 不少网友都希望他不要再撞回去 2.崔宇直 那年我们的夏天热播后 不少观众都被崔宇直 饰演的崔熊迷住 明明崔宇直已经30岁了 但仍有种少年的稚气 而对比崔宇直的旧照 他是真的几乎没有差异啊 崔宇直21岁出道 当时他到处跑龙套 客串 他的第一部作品是同一 演的是没有名字的客串小角色 后来崔宇直在乌塔坊王世子 特殊案件专案组 TEN等剧 开始演出有名字的配角 同时也开始在电影圈创当 终于慢慢累积知名度 崔宇直和20多岁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不过当时看起来还比较有弟弟感 像小孩子一样很无害 现在则多了几分成熟 看起来更有魅力了 崔宇直被曝光的旧照不多 不过下面这张儿时旧照 崔宇直顽皮逗趣的模样 感觉和现在都没变呀 3 朴旭俊 朴旭俊和好友最语值一样 也是多年来完全零变化的类型 朴旭俊23岁出道 最开始他以本名朴荣归活动 参演了I Remember MV和电影完美对垒 当出道时朴旭俊的造型 妆容感觉比较没有明星感 看起来就像个淳朴的大男孩 不过五官部分 朴旭俊真的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朴旭俊演出I Remember MV 跟Dream High 2时 还有过浓浓的眼线照 此前朴旭俊而是旧照也曾被曝光过 每张照片中朴旭俊都笑得超灿烂 很无忧无虑的样子 让网友也都跟着笑了 话说小时候的朴旭俊 跟小时候的崔宇直 看起来都好乐天 感觉他们如果儿时就认识的话 应该也会一起玩得很开心吧 4 张基隆 此前张基隆搭档宋慧桥的 宪政分手中端落幕 目前他正在军队服役中 张基隆是模特出身 21岁开始拍摄MV戏剧 但在那之前 他已经是经验很丰富的模特了 早期张基隆比现在还要瘦很多 大概因为模特身材要求的缘故 可以看到张基隆超轻瘦 脸偏向尖尖的小卑脸 身材也比较单薄 现在则壮缩许多 不过模特时期的张基隆 也有很多冲击造型XD 比如旁风 输油头 或是下面超夸张的四四头 加五眉毛造型 视觉效果都很强烈 而小说的张基隆也很可爱 尤其是下面穿着正装的旧照 看起来从小就是个小绅士 小帅哥了耶 五 于晨豪 于晨豪今年以花开始享誉回归 不少观众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 之前于晨豪学生时期的旧照曝光 当时就有不少网友感叹 现实生活中真的遇不到这样的男神同学 于晨豪七岁就以赐予 有你真好等戏剧作品出道 小时候于晨豪还不算太突出 看起来就是个可爱的小男孩 没想到长开后越来越帅 到国高中时期 已经有男神的感觉了 不少同学们的合照中 于晨豪几乎没有化什么妆 但颜值却非常突出 下面几张感觉都像校园爱情剧的剧照了 六 金宇冰 金宇冰之前因为鼻烟癌吸引了很久 2022终于宣布以我们的蓝调回归 金宇冰同样是模特出身 模特时期的他也有很多强烈的造型 不过还没有太夸张 现在的风格比较清爽帅气 看起来有型很多 金宇冰学生时期的旧照也曾被挖出来 当时不少网友都感到很冲击 不过其实金宇冰外形也没有变很多 大概是学生时期还不会打扮 没有化妆 再加上眼睛的关系 所以才让网友感觉落差这么大吧 七 李忠硕 演技和颜值兼具的李忠硕 高调俊秀的外貌和自然的表演 受到观众喜爱 没想到帅气的他此前也有黑历史 毕业照纳厚重的刘海造型 网友笑称 这发型真的颜值再高都很难称解 与现在的男神形象真的差别很大 八 孔刘 孔刘学生时期的照片看起来很厚老实 网友笑着说像功课招好的学霸 很会修电脑的样子 但现在孔刘可是风靡全亚洲的顶级明星 做人依然谦虚有礼 帅气的模样 穿上大衣极具魅力 以后不能小看身边长得很会读书的朋友 九 男祝贺 靠牙套获得重申的好例子就是男祝贺 以前隐约突出的夏娥 矫正之后变身帅气男神 加上高挑的身材 也是从模特转型成演员的成功范例 就在近期男祝贺新剧25 21 也是正在热播 史金秀贤 来自星星的你让金秀贤成为亚洲男神 学生时期的长相跟现在出入不大 现在的脸部线条更加立体 肤色也变得白皙 小时候的金秀贤 样子和现在没多大改变 而总是给人开朗活播印象的金秀贤 小时候即使个性很内向 直到妈妈从她到剧团演戏 才渐渐被打开内心的搞消灵魂 如今的苏质蟹 有一双散发着落寞与忧郁的眼眸 令人忍不住想要去安抚 但小时候的苏质蟹 完全可以用傻乎乎来形容 傻得十分可爱 苏质蟹小时候一直认为自己长得不好看 还一直问妈妈为什么她长得这么丑 但长大后那性感的眼眸和高大俊老的身形 却迷到万千少女 一双魅力时分有苏质蟹特色的小眼睛 就肯定这是苏质蟹 你看她自小就带着小眼睛的 嘴巴和脸心都没有多大的变化 十二 朴宝剑 小时候就能看出朴宝剑如小狗狗般的可爱长相 只是比脚婴儿肥 长大和甩掉圆嘟嘟的模样 摇身一变成为新生代男神 十三 金银光 身高187厘米的金银光 是成功从模特转型为演员的代表 和朴宝银出演的电影《你的婚礼》 还打破韩国票房记录 而回看金银光的旧照 真的和现在没有差别 不过出道后的金银光 皮肤与之前相比更加白皙 造型上更加时尚 十四 丁海银 被誉为国民初恋眼 却是小奶狗 国内年夏男的丁海银 虽然出道较晚 但凭借当你沉睡时 获得观众的喜爱与注意 被韩国粉丝称为初恋脸 帅气脸蛋下 还拥有精实好身材 但是看过丁海银的旧照 只想说 他真的堪称换头是长大 小时候的他 戴着红色镜框眼睛的模样 肉糊糊的小脸 有黑的皮肤 谁能想到长大后 拿掉眼睛 会成为众人喜爱的男神呢 十五 李准姬 谁能想到充分模仁李准姬 少年时期看起来带点傻气 也不会打扮 细长的单眼皮 让他看起来更加青涩 而现在的李准姬 不但超会自拍 瘦下来的他也十分帅气 此前他与文采员合作的恶之花 也是再次刷新了 他在观众心目中的帅气程度 十六 朴海银 没想到现在暖男 又帅到令识奶门心动的朴海银 曾经有这样的照片 果然发型对一个人太重要 于召唤 在The King永远的君主 是叶林敏昊的贴身护卫 贴身示威队长曹颖 于召唤也曾经当过 伟大的诱惑者男主角 演技好又帅气的他 人气也是直线窜身 小时候也是有过胖胖可爱的时期 他还谦虚地说 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长得帅 十八 朱志勋 朱志勋学生时期的照片 其实与现在差异不大 充满阳刚气息的五官 有种军校出生的震惊感 殊不知朱志勋长大后 是个爱开玩笑的幽默帅哥 而且还是一下忙着杀僵尸 一下又忙着 当经理师的变色龙演员 十九 李珠赫 与现在行走的荷尔蒙模样不同 其实刚出道时 李珠赫的画风还是蛮奇怪的 衣着打扮色彩浓重 甚至有些非主流 而他早期的身材也属于干瘦型 不过现在的李珠赫可谓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身材一级棒 大家还知道哪些 就知道与现在差别很大的明星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师姐的视频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喜欢谁就告诉小师姐哦 小师姐会每天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